今天我們第一次上課 所以很輕鬆地畫了三幅畫 第一幅畫是畫江西的霧園 它是一個秋景 我們試著把建築物跟金黃色系 把它做一個呼應 中間建築物的一個留白 然後人傳說在當中 我們前面有流水 造一個鏡 第二幅 它空天想像的空間比較大 我們主要是以紫色為一個基底 然後用黃色 褲褲色 然後造成另外一種趣味 主要是讓它虛 讓它把那個意境的感覺把它称得出來 所以在人刻意畫在流霧當中 造一個鏡 那第三幅是以水墨畫為主 水墨畫為主 那當然這個表達的一個意義是 清理學史上面水流過 然後人在當中休學散步聊天的一個情形 那三張畫都有三種不同的構築 不同的思考 那麼主要其實我在跟同學分享的是 文化它沒有那麼嚴肅 它也可以在生活的 我們可能跟我們的生活互相去結合 如何變成一個情境 這一部分就是照進了這一部分的 我們一定要在生活裡面有很多的資訊 去蒐集照片也好 去玩 去寫聲也好 提供你很多的資訊 然後你就變成 很多種的情況之下 都有可能變成一幅畫的一個 一個造成的這個能力 其實我們都在看 這一方面 是比較現代的表現 一個文化的方法